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 创世纪第26章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到费利士人的王雅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 说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寄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我向你赴 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律例 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 他便说 那是我的妹子 原来他怕说 是我的妻子 他心里想 恐怕这地方的人 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 因为他容貌俊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 有一天 非烈士人的王 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见以撒和他的妻子 利百家戏玩 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 对他说 他实在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说 他是你的妹子 以撒说 我心里想 恐怕我因他而死 亚比米勒说 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民中险些有人 害你的妻同情 把我们献在罪里 于是亚比米勒小玉众名说 凡沾着这个人 或是他妻子的 定要把他治死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非烈士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 非烈士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 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因非烈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谷中挖井 说这水是我们的 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 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井征进 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以撒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为这井征进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 他说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撒从那里上别世巴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 说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护萨 和他的军长飞鸽 从基拉尔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 你们竟然恨我 打发我走了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 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便说 不如我们两下彼此启示 彼此立约 使你不害我们 正如我们未曾害你 一味的厚待你 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 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以撒就为他们设法研习 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启示 以撒打发他们走 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 以撒的仆人来 将挖井的士告诉他说 我们得了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士巴 因此那城叫做别士巴 直到今日 以扫四十岁的时候 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 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八十抹为妻 他们尝试以撒和利百家心理仇凡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下次还要记得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哦 拜拜